十一长假即将到来 湖北省所有A级旅游景区继续对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 包括欢乐谷、海洋世界等门票价格较高的景区也在免票范围内 9月23日,记者在武汉海昌极地海洋公园看到 虽然正值工作日,可原类游客依旧不少 来自天津的朱玲刚刚研究生毕业 她告诉记者,由于还未开始工作挣钱 景区免门票对自己很有吸引力 可以让更多的人来武汉,然后观赏一些景区 而且并没有后顾只有因为钱呀,因为什么的 什么原因,我觉得很好 而且很用心并没有说因为是免费的 然后就是大折扣吧,这个观赏的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目前,湖北省推出的汇游湖北政策 只能通过网上预约,没有现场售票安排 散客预约通道分为湖北省游客预约通道 和省外游客预约通道两个入口 我觉得很方便,有好几个入口 可以从微信呀,然后支付宝小程序可以进去 很方便,不会说 像一些老年人不会使用手机也很方便 只要轻轻就是点两个键就可以了 很方便,很人性化 武汉海昌集地海洋公园负责人谭文成称 湖北景区免门票政策推出后 无预约不旅游已经成为出游新常态 希望游客都在网上提前预约购票 同时可以参考国庆黄金周旅行热利地图 提前预定或避开热门线路 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线路 据唐文成介绍 虽然门票免费 但是服务质量和防疫安全等方面不会打折 希望游客都能配合景区 做好入园健康检测 分流管控等疫情防控工作 我们今年在总量控制上 既为了保证更多的游客 能够体验到我们的项目 所以在总量上 我们进行了一定的总量增加 但是在每天的控制量上 我们进行了一个最大核载的限制 基本上保证我们每天的核载量 不超过一万八 所以这样的话 既能够在接待量上 能够满足接待的要求 同时在服务上 也保证游客有一个好的服务体验 有数据显示 旅游产业链效益 约为门票价值的七倍 包括时速 交通 购物 及间接创造的社会财富 唐文成表示 会在免门票期间 丰富产品内容 增强游客体验感 提升口碑 为未来的市场打下良好基础 免票活动人员的大量的增加 造成我们的现场的接待压力是蛮大的 同时为了能够应对这么多的客流 我们必须要增加一些水电 同时人员的成本也会大量的增加 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未来的市场 其实我们在活动期间 我们即使是免票 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产品内容 丰富我们的产品内容 同时增强游客的体验感 让更多的人能够对我们的产品 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东西 更多的内容 提升我们的整体的产品口碑 为未来的市场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